云鹏上了欢乐喜剧人以后 18年开始 18年19年20年开始的时候 就是所谓我们这些新生代 这些年轻的小孩 比如像张云磊 包括像大林 然后包括这边 还有还有好多云鹏的这些个 所谓这些粉丝 他就上好多综艺 包园电影什么的 然后这时候 年轻的漂亮的 偶像出现以后 就说18年可能这种 所谓的他们说这种饭圈的东西 可能就开始来就比较多了 因为就是说有一些演员 他们觉得已经开始偶像化了 因为我刚开始说的时候 我感觉听我的观众 可能什么年龄段都有 但是后来我跟大林合作 大林商量好多综艺跟节目以后 我突然发现 年龄段突然就变得非常小 就甚至很多初中生 就特别小 初中生高中 你看初中生高中的话 基本都是00后 00后基本就都跟我朋友的孩子 差不多大了 就突然来了非常好多 特别小的小的 小女孩小姑娘来听我们 然后性别这种比例 突然就变得 一下就是女性观众就 哇一下突然就变得非常多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就导致其实现在 我在台上的时候 好多我的这些个梗啊 这些包袱也在随着在变化 因为好多他的年轻人的梗和包袱 我都不知道了 所以就18年我才有那个感触嘛 18年我就开始 我就这个东西开始来了 已经以我们不能控制的方式 再开始侵袭这个圈子 然后就进入了一种另外一种状态了 其实17年这个 戏剧人完了以后 你看其实我跟大林说 现在就不是很多了 他就那时候就 已经比较有知名度了嘛 然后做节目啊 拍影视剧呢 就非常的 不是很多就非常少了 其实就又陷入了我到今天为止 就17年到今天 就是我就是这种职业 就第三个阶段 就是当你全身心的 完全投入进来以后 然后你就发现 我又不用甜甜哑了 你知道吧 你好 欢迎收听故事FM 我是爱哲 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 我们用你的声音 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 咱们不见不散 今天的讲述者 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颜鹤祥在上集里说了 他在长达近十年的职业生涯里 一边做网络工程师 一边做相声演员的故事 那在2016年的12月9号 颜鹤祥终于决定辞职 成为一位职业的相声演员 就在他开始职业说相声的时候 因为欢乐喜剧人 这档综艺节目的影响 德云社开始爆火 饭圈文化涌得进来 德云社相声演出剧场 成了大型的追星现场 尤其是那些女性的粉丝 他们甚至还有了一个专属的称号 就叫德云女孩 而颜鹤祥在网络上被粉丝们评为 德云女孩最想嫁的人 很多人说他是德云社学历最高的人 对这些说法 尤其是饭圈文化的影响 颜鹤祥并不喜欢 网大的说 他觉得是整个相声行业出的问题 我上学那会儿 02年03年 那是相声最低谷最低落的时候 大家已经完全不听相声了 社会上没有作品 从业人员 没有一个认认真真的 在做本专业的事 02年03年 这个行业面对的问题 跟今天 我说就是今天 2020年 这个行业面对的问题 一模一样 就是行业本身的人员 并不再有进取心 并不再写新作品 就是说 行业本身的领军人物 那些个第一梯队的人 并没有想让这个行业 再更上一个台阶 但是那时候很低落 现在可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这个其实 你看这个节目 我没有在任何地说过这个问题 我只在你们这个节目说 这是完全的一种虚假繁荣 我们在这个行业 我们太了解 太清楚了 今天 大家认为 都很火 都很愿意听 是为什么呢 是今天我们的传媒手段 跟娱乐手段 已经极其丰富了 你想没想过 如果今天的传媒方式 倒回到02年 你出门拿一个诺基加手机 就能发150字的短信 回家上网 还ADS 还128K的 你唯独能高速欣赏视频的机会 只有那十几个电视台 把今天的这些演员 这些能力的演员 打回到那个时代 汇竹之河 是时代的传媒手段变了 人反而到退步了 把0203年 当年那批从业人员 放到今天这个时代 我跟你说 这个市场比今天还要火 所以我们在 这除非否认者看来 任何时代 你都不能否认科技 对文化 对社会的影响 那么当年 所有的几次世界大战 包括英国工业革命以后 我们都认为是很多 人变了 文化变了 不是科技变了 跟你人没有变 人在退步 人没有变 所以这个时代 为什么没有大师 没有思想家了 没有那么多有力的作者了 是因为人变傻了 那即使是因为科技手段 粗长的 那它也是一种繁荣 对 它也是繁荣 但是你就 但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审美提高了没有 这就是我说一大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 行业审美提高没有 你能不能看到 它将来再上一个台阶 这是我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取义 相声 评书 我们这个行业 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是不应该的 我们过去解放以前 天桥那些艺人 这些个从事取义 谁样杂喘的艺人 跟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我们还不是唱戏的呢 三教九流 怎么叫三教九流 我们这还是下九流 跟妓女是一样的 这是真的 这不是说我们在这四边 跟妓女的社会地位 是一样的 你琢磨一个行业 已经跟妓女是一个 一个就是平起平坐 它是一个什么行业 那为什么呢今天 能走到今天这个程度呢 是因为有很多 四九年解放年以后 像侯宝林这些艺术大师 他当年四九年以后 他突然发现 不能再这样 因为你要知道 在解放以前 就是民国那个时候 这个行业 虽然社会地位不高 但是收入非常高 就是他不愁吃不愁喝 跟今天的文艺界是一样的 那年的演员出来 就水塔大一奥米嘎的手表 四几年五几年 那是绝对是高消费层 但是他为什么 那时候好多艺人 抽大烟吸毒 他有钱啊 但是等解放以后 就出现像侯宝林的 为什么我们提侯宝林的地位 观众不知道 侯宝林的地位究竟在哪 他发现 我们不能再足吃足喝了 这个东西倒就没有 你能怎么着 你肥吃肥喝完了以后 你子孙后代怎么样 你一样是设会这个地位 那就是说 在你生活全保证的情况下 我能不能把我的行业 在这个社会认识上 能不能提升一个 那时候才有了相儿改进小组 就是说 才把这些东西全部打破 就是说一些不好的作品 不好的东西 不能再说了 你要提升品位 你要有文学性 你要有娱乐性 那时候后来老舍先生 才给相儿写的作品 那时候老舍先生刚回国 就住在北京饭店 侯宝林带着他这个 相儿改进小组的人 到北京饭店亲自拜访老舍先生 他就发现 后把林知道 我这个文化层次不行 我们这个行业要想发展 必须跟高级知识分子接触 这才也有了相儿第一次繁荣 所以你看今天我老说就是 你看似很繁荣 什么叫繁荣 无非是看的人多 你的收入高 你有钱 你能买名车 你能买名表 但是你的行业地位 你的审美并没有提高 你觉得现在向上在大家的心目当中的地位 还是不高 不高啊 就是大家提起 我就说一点 就大家还认为说相儿没文化 不上学这个事理所应当 这就是大问题 为什么 如果今天五百强来一个高管 今天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 来说自个儿没上 我学大家觉得 哎呀 不对 西商发射火箭的工程师 他小学文明 大家觉得这是不对 那凭什么说相儿这个事就对呢 所以就刚才你看 我就还就你刚才那个问题说 比如说我 哎呀 说说说言和强 你看那外面是怎么说的 这是他们这个文凭最高的人 这个话本身 他就是一个羞辱我们的话 我是不爱听这话的 什么行业才会评论 有一个学历最高的人 对吧 那就是因为大家普遍认知 这个行业可以学历不高 他才会突然觉得 哎呀 有一个最高的人 多的有一天 大家不这么认为了 那就说明这个行业整体会好一点 对你说这个挺启发 我就是大众 那个觉得相声最好听的时候 其实像八十年代 或者九十年代初 那时候相声里头 其实有非常多讽刺性的这种 这种笑点 然后其实真编实弊 那时候跟实评是差不多 所以你看这有一个 这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刚刚我说的 侯宝林先生 为什么拜访老舍 他觉得演员因为文化的问题 创作是有问题的 老舍先生给相声员出了很多的主意 侯宝林先生高就高在 他需要知识分子 文化分子 给他写东西 他再去经过艺术的加工 把这个东西整体呈现出来 那他是一个美的东西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那时候像是繁荣 为什么 也是因为涌现了很多能写东西的人 比如说梁佐 梁佐那时候给江坤写的这么多作品 今天拿出来看还是精品 为什么呢 得益于创作的力量 当创作的源泉被截断以后 这个行业就出现问题了 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今天的演员 大部分都在自己写东西 我们已经阻断了 跟高级知识分子 这些个有思想性的东西 有这种社会见解人的这种交流了 他们已经不再为我们写东西了 我们也不去再求他们 帮我们写东西了 那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老说 这个行业要想再发展 两个工作 一个去甄别那些真正的天才 像郭老师这样的天才 再有一方面 要树立学历跟文化的门槛 那有一天 如果曲艺行业 也设了名校的门槛了 那这个行业就真正好了 所以这就回归到 今天曲艺不景气的东西 就是演员不会创作 又没有高人在帮他们创作 又赚了很多的钱 那这个东西到最后 审美只能逐步下降 就今天我们在舞台上 很多滑稽性的东西 越来越多 就是跟杂树 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缺乏那些有厚度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像是叫包袱 你看什么叫包袱 什么叫包袱 过去人没有包 拿一个布 往这一扑 中间拿点东西 把这个东西 要系起来 为什么叫抖包袱 系完了以后 一抖 所以说抖的这个过程 很重要 但是在像是专业来讲 系包袱这个过程 比抖还要重要 今天这种快节奏的文化 这种短视频的时代 观众已经不等你 记的这个过程了 等不了了 谁还一个短视频 十秒钟 一个短视频 二十秒 观众只想看抖这一下 但你知道抖这一下 是跟记有关系 你不会记 你就不会抖 导致逼的演员 现在就完全的 只追求抖这一下 那到最后就偏向这种 出怪象 出怪声 滑稽 包括一些低俗不好的东西 但这个就是回归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像是这个东西 取义这个东西 你究竟算什么 你要融进抖音 这类东西 去跟他们竞争吗 过十年 二十年 没有抖音了 那像是怎么办 你跟着一块也都消退了吗 那就回到我刚才说的那问题 它是个审美的问题 你想不想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品留下来 那你这样 等于说现在 成为现象级的流量天团 然后又这么得以女孩 这样的现象 那你觉得这个状态不好吗 这个不好 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了 就是东北亚饭圈文化 对中国取义的影响 前年的时候 我去香港 看了一些 他很多前卫的一些个 艺术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就发了一微博 我说多年以后 我说过了十几年 二十年以后 东北亚这种饭圈文化 对中国取义的影响 是可以大书特书 要写一笔的 就是过去我们 从艺人的关键是 我们有东西 好久不怕巷子深 我希望你来喜欢我 但是有一些东西 是我没东西 我怎么让你喜欢我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光从运营的角度 来让你喜欢 对这个纯运营 你可以跟它完全一样 但是通过我的运营 你就可以把它比到火上 十倍或者三十倍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感觉这个东西 其实有这种感觉 其实就应该是我 去香港那回玩的时候 发微博的时候 我当时感觉 因为是从微博反馈的 然后我突然有一天发现 微博已经完全 变成一个粉丝平台了 原来微博 我认为不是粉丝平台 微博大家可能 发表一些意见 发表一些见见 但是我发现 突然我跟媒体的 一些朋友在聊 就是包括新浪 把微博定义 也开始定义成粉丝平台了 就是粉丝都到微博去活动 因为这个 繁星文化有了以后吧 就是粉丝观众 他会全方位的关注你 他不光是观看台上 他看微博啊 可能比如有人 什么所谓什么 私生反的跟着你啊 比如偷拍啊 遮捺什么的 到最后导致 所有人 他的经历就不在台上了 都在台下了 你有这种被跟的困扰吗 没有这种困扰 但对我生活有困扰 你比如说我这 我其实私下是一个很随便很 就非常乐腾一个人 我向来的观点是 我说现这个工作跟别的工作没有区别 我跟那个贪奸命的人 跟那个商人的售票员 跟出车司机 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的义务是在我的工作时间 保证给你欢乐 跟美的享受就完了 我脱离工作时间干什么 这是我的自由 大家会干涉你哪方面 不他这东西 因为大家都注意 你要不注意 就会显得 我感觉我还是 就是比较整 就是还算就是穿的比较整洁 但有的时候 你别人就会说 哎呀你你平时你得 你得注意点啊 就那种感觉你你现在是 这公司很很厉害吧 然后你是艺人啊 演员下边他都会关注你啊 你如果下边再不注意 你就会影响大家 大家会不喜欢你 觉得人很乐得 但是我就不理解 我穿拖鞋去过机场 我一非常多飞国际航班 我就穿拖鞋 那有人跟我说说 你你不能穿拖鞋 你得注意公司形象啊 我说我说那我 我说我这个不是我工作时间啊 我这个我机场穿拖鞋 对他们那个票钱没有影响 我没有对不起你啊 我有时候经常看评论 我每回就是 每年到一定时候 我就会想 我说我被观众影响了多少 这个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是不是应该 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有多少东西 是我看了夸我跟骂我的话 我才变成今天这样了 并且我应不应该这样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要反思 那你是一个演员啊 你在传出作品啊 你的作品是要有独立思考 跟你独立人格的 你是要见解的 第二 你按照大家设想的这种东西去想去干 大家设想的东西基本全一样 所以今天为什么你看打开电视 你看这些人长得全一个模样 我包括跟我们那小孩也说 我说你们能不能 咱们能不能 我说你们也捣食 捣食有点个性 就是你们捣食碗里 我扎的全影 现在这些小孩 你发现了吧 全像韩国人 就都那 就人家那边倒上什么样 咱们就倒上什么样 扔到一堆里 你都分不出来 我真 有时候我不是说 因为我们也在这行业 有时候见面 我不认识人家 我真不是不认识 我真分不清楚 因为那个发型全一样 那个气质 那个劲也全一样 甚至我都想写我一个 讽刺饭圈文化的作品 但这种东西要写 就会被骂死 你知道吗 我以前想弄了这种东西 但现在这种东西 就导致人家饭圈文化 就导致什么呢 像是已经丧失了 过去的功能 就是丧失了 真贬实弊的功能 对 讽刺应该是搞笑 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对 但现在为什么这样呢 现在是 我觉得我就什么都说了 第一 现在大家泛娱乐化时代 你的人脉圈子 你会非常广 每个人不是 只关注自个行业 这个状态了 大家都会觉得 哎呀 我要有机会 我要多接触人 我要有资源 我有人脉 这导致你什么呢 导致你在人际关系 在创作上会变成一个老好人 你谁都不能得罪 大家只关注关系 不关注作品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马三立先生 有一个特殊无名的作品 叫吃元宵 说这孔子带着子路和盐回 出去 孔子好战人小便宜 这个当年 马三立先生 在台上演的时候 人家孔子家有后人啊 孔子家是有族谱的 这个孔 这孔家的这个族长 就坐在这个台下 下台完演了以后 人家后台管事 就说说 马先生 人家这个山东取福的 人家这个孔家 人家看见那节目来了 完了想跟您见个面 马三立就慌了 哎呦 我这个在台上 把人家这个 这个孔夫子 跟子路言说成这样 人肯定不爱听啊 结果后来 人家这个孔家人 进来以后说 马先生 您这节目说的非常好 就是说 如果没有您这个节目 观众都不知道 子路言会是谁 人家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 但是今天就不会了 今天如果还有这样的话 哪个在演员 还敢在台上讽刺 你讽刺这把 那个得罪了 讽刺那个 把那个得罪了 这又不能讽刺了 而且再有一个东西 我说句梗 就是得罪人的话 真贬实弊 真贬实弊 现在有的人 自个都成了实弊了 你真贬谁去 他就是实弊 你开微博热搜 实弊全都是演员 你怎么真贬 对不对 你可以深入浅出的一点说 就是你们这个创作 是好比是怎么创作的 是这样 现在大家对创作这个东西 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大家认为 你们像是 说的都是传统像是 你们都是说传统的 这是我个人观点 如果我说的不对 我对这个话负责 传统像是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个违概念 什么叫传统 有没有时间界限 就是从某一天的某一点开始 从这点往后的像是 都叫传统像是 从这点往前的像是 都叫新像是 没有啊 是不是没有这么一天 为什么你要界定这个呢 没有传统艺术 你就记住像是这个东西 包括曲艺 包括评书也是 它起源于街头 它一定永远是与时俱进 它永远要说当下的事 关注当下的民生 当下的生活 所以这要说出一点 为什么马记先生 在这个行业的影响很大 就马记先生一辈子创作了那么多新像是 他都是在生活当中去掘取去挖掘 我师父当年那些非常好的作品 跟他的生活基点有很大关系 所谓今天的演员还抱着传统像是 我觉得都是在无能的在炫技 就是你写不了今天的时代 你才跟大家说 你来看看我这个东西 我是传统的 包括我在台上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问题 物质可以有遗产 非物质遗产 跟曲艺就没关系 你都干成遗产了 你怎么还美呢 一天都能铁着脸 我们这是非物质遗产 那么不要脸 你都干成遗产了 你怎么还吹呢 什么故宫是遗产 长城是遗产 因为今天不用了 非物质像是不能叫遗产 所以回回刚才要说创作这个问题 创作一定要从生活中来 你是不是观察生活的美意点 今天我能跟你来一个采访 我看你出去倒了杯水 你跟同志吵了一场架 这可能都是我写相式的一个素材 我今天出门看到一个新闻 这都是素材 但来源你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愿意去积攒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们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所谓积累的问题 演员怎么积累 我原来 你看我经常开车 我原来用老罗那个锤子手机 我为什么用锤子手机 是他有一个 就短音胶囊那个功能 就是一按 马上就能说话 闪见胶囊 闪见胶囊 我非常喜欢那功能 其实这都是积累 我觉得每一个搞创作的人 都要有这个习惯 这个太重要了 你平时不积累 到关键时刻让你逃 你逃不出来 你一定是 因为我师父有这些 我师父见 他毕竟是70号 他随身有好多小纸条 他没有手机 他就记得小纸条 然后突然有一天 你发现他有一个袋子 攒了一堆纸条 然后他把这一堆纸条 往桌上一摆 他就光看这些纸条 他就能出一个作品 那现在像你们 对于说 就是每一对 这个乡程演员的 这个作品 都是自己去写的吗 还是会有人团队帮你们吗 还是怎么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了 按道理来说 按我的要求来讲 这个像这个东西 两三百年 从当年天桥地下 发展到今天 他就是一个 顾虑个体的艺术 如果这个人 能称得上是一个 相声演员 他一定是 创编导演于一身 如果你不能写东西 你就别干这个 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 像刚才说的 八十年代 那时候老的那些个演员 没有什么文化 他能有那些的作品 都是那些有名的作家 给他们写的 包括相声也分 那时候老说青门相声 浑门相声 什么叫青门相声 青门相声 就是那些 满清以后 有很多八七子弟 他落魄了 铁杆庄家倒了 但是八七子弟满人 他都有文化 都念过书呀 所以为什么好多文化 大家都是奇人出身 你看包括老舍 启公 他肯定 他就是家里再落魄 他家里也能教的念书 所以那个时候 所谓的青门相声 是有好多那个年代 铁杆庄家倒了的知识分子 进入这个行业 才有了这么多 今天我们所谓文学性 很高的节目 你比如像八扇屏 这类东西 绝不是当时 市井人写的东西 他肯定是读书人写的 你当时看 现在舞台上的两类作品 你就能看见出来 哪些是当年知识分子写的 哪些是地痞流氓写的 只不过知识分子写的东西 到后来 慢慢慢慢 因为后续的人 没有文化 导致没有把它说明白 那些地痞流氓写的东西 因为太地痞流氓了 后来人加工 又把它加工的好了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所谓传统像里边 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 极大常识性的错误 你包括我们学艺的时候 我们背那地理读 那文本里还有前苏联呢 你就说这个文本有多老 包括还有一些老的 那时候我们那老本子里边 说这个非洲那莫桑比克 还说莫桑比给 我们拿到文本 还是莫桑比给 就是国家统一翻译 都不怎么翻译了 包括新西里安 包括南斯拉夫解体 那些共和国 到那里边都没有写 就是这么多演员 你们背了这么多年 你都没感觉 这个东西有问题 那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基本的 国际知识 和这种人文素养 基本都没有 他都不知道 说这个东西错了 他也改改 就一直错到今天 我一直有一个 很大的观点 就是说跟很多人都一样 就是我希望 可以做一个学者性的演员 很多人 我们这行业 当时马记先生 也提过这个 要做一个学者性的演员 并且我觉得 其实世界上 有很多那些 很伟大的作家 然后包括演员 他们都是有过 类似的经历的 你比如像 我老说那个 像阿加莎克里斯蒂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位 写推理宣言小说 这种演 这个作家 其实你去看他的自传 你就发现 第一 他原来是一个工科出身的人 他原来是学化学出身 他还当过护士 所以你才发现 他的很多作品里边 有很多关于毒药的东西 他还非常喜欢旅游 他这个第一次婚姻失败以后 他也是游历了中东 就是我们今天去的伊拉克 这些摩苏尔啊 包括什么什么 这个包括苏萨啊 然后两河流域啊 包括徐利亚耶路撒朗 他跟他第二个丈夫 叫马克斯 他都去过 他是一个职业的考古人 他就去做些这些东西呢 他那些作品 都跟他那些游历 跟经历也有关系 包括你看我去 这回我去埃及 我去阿斯旺的时候 我特意到他当时住的 那个东宫酒店 我去住了两天 然后我发现他都是游历 并且在那有感知 才创作了这些东西 然后才融入他好多的思考 所以那句话就是说 行万里路 永远比读万件书叫重要 所以我真是在旅途当中 去创作的 然后我很多的点子 包括港 包括思维 都是在我开车行路过程 激发出来的 所有社会上所谓 对这个行业的认识 都是什么 哎呀 这行你有基本功啊 这扎是从小练啊 绝对是误区 不对 你想这么一个问题吧 为什么只有这个行业 一天到晚老在强调基本功 你觉得造火箭的强调基本功吗 基本功恰恰是不是用来表现的 这个行业只以基本功 就看这个演员的好坏 本身就证明这个行业 给大众带来认知是有问题的 因为基本功这个东西 是可培训的 是可练的 你叫来大街上任何一个人 培训基本功 给培训个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都没有问题 但是那些能卖钱呢 能提升到一定水平 那是那些不可培训的东西 那就是脑子 你的作品 你的精神内核在哪 那么所以今天我才回归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脱口秀这么火 老有人问我脱口秀 跟向日有什么关系 脱口秀 你怎么看脱口秀跟向日 我老说我说你不要再问这个向日 我这个问题 脱口秀就是向日 脱口秀就是向日的雏形 过去在中国醉骨 大宋朝有那种 勾兰瓦盛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在战阶上说脱口秀 突然聚了一堆人 那为什么能聚一堆人呢 还是东西他能真贬是必 他能撞击心灵 今天脱口秀 你发现这几个作品 为什么好 那些段子大家有共鸣吗 好段子绝对是有共鸣 但是他用了一种嘲讽的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你觉得哦 就是这么回事 并且他击中我了 他撞击我了 这个就是向日本身 他原来的状态 只或现在说向日 没有这个状态了 所以基本脱口秀演员 你发现脱口秀演员 没有一个是低学历 脱口秀演员绝对全都是高学历 为什么呢 他有这个观察能力 并且他有这个认知方式 跟认知范围 他要跳在这个东西外边看 但是脱口秀演员缺的什么 脱口秀演员缺的是语言技巧 他是向上的雏形 他不善于总结 中国话里边这些语言的技巧 他不知道三番四道 他不知道顶炮壮盖 但是今天你发现 李诞他们在说的时候 他们已经发现 哦 我们需要总结技巧了 但是这个东西就怕 如果有一天脱口秀演员 突然明白了 他们有一天突然醒窗 就是明白着 哎呦我去 感情差的是这个 那么我要去认认真真的 在相识舞台去实践两天 那相识就完了 就都是脱口秀演员的天下了 只不过现在脱口秀演员 还认为我们这个东西是博来品 我们是通过西方那种 脱口秀 我们是通过那种 午夜对话 是那种幽默 那种秀 我们他还在完全去 模仿那个状态 那个方式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 就是因为你在说中国话 中国人的语言技巧是没有变的 相识已经总结过了 你要回来学这个东西 不要去学那个东西 就觉得这些才是你们真正的基本功 重要的基本功 这些才是基本功 但是相识创作问题是什么呢 是普遍大家文化水平偏低 达不到人家那个创作方式 所以说这两个关系是 一个是有文化可创作 但是毫无技巧 一个是只剩技巧 毫无创作 两边要互相学习 才是中国单口双口语言文化的魅力 现在是互相还在划清界限 我们是像我们脱口秀 你不要划进去 都都一样嘛 中国人说中国话 有什么界限吗 有点文人相亲的意思 对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人都是这样 为什么爱给自己贴标签 贴标签是演示短板 我不如你是 因为我跟你不一样 你懂我意思吧 单人说话人没有区别 你看你看他跟他不比好 那我跟他这不一样 他那是相声 我是脱口秀 我说我是脱口秀 他那是相声 如果有一天 就把纳在一个行业里边 那就卖票 一个是卖票 再有一个 让观众觉得这个东西 好不好 高不高 有没有琢磨的滋味 让观众来评价 2018年 严和祥开始说评书 他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还跑去天津武汉实地考察 最后把经典单口相声 枪毙刘汉陈 改编成了刘汉陈之死 后来的演出非常成功 现在在网上搜索 严和祥的名字 你能看到好多都是 对刘汉陈之死的讨论 那你觉得 你正好说到 就是17年之后 像郭麒麟 接外面的活比较多了 那你现在出于这种 相对险的状态 你会尝试好比说单口 所以我18年 我18年开始说评书了 我18年后来就说了一个 你看听那个刘汉陈 那是我 其实我说那个书 其实这要是在你们这个节目 才第一回说 你要不想 你要不说 我也想不起这个了 我为什么说这个评书 第一 这也是证明我自己 因为大林有时候一忙 好多这个行业人 因为这个行业 好多都是以豆干为主 好多这个行业 风言风语 就我们单位也有 你看这个严格强 跟着郭吉林 郭吉林做节目不说 严格强傻了吧 什么都干不了 没能耐了吧 所以就是我一定要选择 说单口说书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直接跳过豆干 改说书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行业控制 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能干的话 两个人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你先上来选择一哈的模式来证明自己 对对对 我就选择一哈 好就是说我一个人说书得到认可以后 那么这个行业谁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 果不其然 我在说书以后 就谁也不会再就这个问题 就是我直接跳过豆干这个状态 我直接说一个人的 在网上搜你的名字 全都是说刘涵诚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你看你 如果你听我刘涵诚说书 我说书的前面都是脱口秀 我后来跟我的观众也说过 你翻我说书的前面全是脱口秀 把我说撞撞那个杠 都是脱口秀 我那个段子都可以直接拿到脱口秀大会去说的 只不就是我不能去 那你像现在你去收集这个一些 和比现在生活当中一些故事 包括像听我们节目这样的 你是希望做些什么样的创新 有几点 第一呢 你看老作品 你比如像聊斋之义 像这种老的作品 其实聊斋之义说的是鬼无仙怪 其实讲的都是人 评书这个东西 它为什么后来没落了大家不好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缺乏对人性的思考 其实聊斋之义特别好 他写的全是人 今天如果再能说这个故事 是你能不能把当时的鬼狐仙怪 扯到今天的人的身上 蒲松林好就好在 他是拿鬼血的人 他就是愣扯给人的 那么他当年能扯到人身上 你能不能不再扯到今天的人的身上吗 那么观众一定会耳目一新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东西 都能今天跟时代有变革 包括你看我说刘汉成 我跟我的观众也说 我说我的一部作品只停留在一个时代 就是你以后再翻颜岳祥的刘汉成 那就是2018版刘汉成 如果我再说2020版会大不一样 因为我的思考不一样 我对里边每件事全部一样 包括扯出来说刘 我为什么说刘汉成你知道吗 刘汉成说的全是饭圈文化 那我想讽刺的那就是今天的事 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我跟你聊的 我听你们这个节目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想做一个 我讲普通人故事的事 就是说我听了一个你们这节目里边 让我觉得特别感人 特别好的故事 那么我作为一个扮演者 我再讲一遍 并且我把它有一种艺术的加工 哪怕我去三合 我也去住一礼拜 就是皇上那句话 我就好演员也是活出来的 就说我要扮演一个那儿的人 我去加工你的这个故事 并且我还真正去体验我一次 那么我相信我这个东西 它是有意思的 对了 上一集的开始啊 介绍颜鹤翔的时候我就说过 颜鹤翔是故事FM的资深听众 对我那往期节目 他是如数家珍 同样作为讲故事的人 收集故事的人 颜鹤翔说 他在故事FM里找到了不少灵感 先说一下和故事FM的渊源吧 就是你最早是 因为什么原因知道故事FM 然后怎么开始听 记得可能是谁转了一个朋友圈 然后我就点进去了 我真现在我自我感觉记性还不错 我能清晰的记得 很多你们这个节目 我是在哪听的 我都能记得了 因为故事FM陪伴了我很多 在路上的时光 这我要具体说 所以很多有意思的节目 都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听的 包括很危险的地方 中原节时候 七月十五录了一个鬼故事 那个吧 我那天是在西藏的山南 就是已经靠近中国跟不丹边界了 就是四陵冰川 海拔五千五百米 我露营 然后那天晚上 我是极度缺氧 嗓子发炎 然后夜里睡不着觉 将近零度吧 我裹着这个棉被 在我的车的后座上 骑着制氧机 听到你们这个鬼故事这一期 然后我就正在听这故事的时候 我那个车就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你理解我当时的这个状态吧 中原节晚上 海拔五千五百米 无人区啊 没有人啊 给我吓的 我当时你就 你理解那寒风口就炸起来了 你知道吧 到后来我分析 后来跟我说 可能是那个 牦牛 野的那个 附近牧民养的那个野的牦牛 他可能闻着我们那个 就是那露营的吃那东西了 他走过来可能就撞了一下 然后这个 又舔着过一项 他哎 这个吓死我了 但是很刺激 这是我 我觉得很刺激 因为我是 又胆小 我还又爱听鬼故事 你知道吧 而且是这种很真实的 鬼故事 包括我说 你们这节目为什么 让我觉得好 就是说 无论是搞笑 你们这个节目也有搞笑的 有东西我能听出很有意思了 悲剧跟喜剧是一样的 没有最好的悲剧 就没有永远的喜剧 喜剧的那盒永远是悲剧 比如你们那个 那个 你们说那个三 三河大神 那个那些 那是多荒诞的一个戏 我当时听你们的节目 都能脑子勾露出一些剧本 那是极其荒诞 极其喜剧 他每天得发生多少有意思的事 但他本身又是个悲剧 这些人没有未来 他没有希望 很多都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 一切东西内核是什么呢 是我们能不能撞击人的心灵 无论我讲故事 说评书 包括逗你乐这件事 能不能打动人 打动人是核心 只要打动人 可悲可喜都不矛盾 观众都会接受 所以这就是我 为什么你们这个节目 给我很多触动的地方 就是我当 听这些人讲东西的时候 你能从里边学到什么 就是什么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所以就是创作这个东西 我来说 它不是练出来的 是活出来的 你得先会活 你才能有东西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书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我制作 声音设计彭涵 实习生朱思维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